这一对姐妹花因为舍不得父亲的手艺失传 双双辞去了办公室的工作 开启首排小货车 在中立一带卖起了风味独特的肩包 虽然每天风吹日晒 但两姐妹不含苦 亲切谦虚地对待每一位客人 让小货车所到之处都掀起排队热潮 传说中的货车肩包 总是伴随午后烟阳报道 热浪斜来 空旷水泥地稀热 人像是夹筋饼干 汗水不断被挤压 今晚如此还是要等 他们最好吃的是蚵仔跟牛肉 我最喜欢吃蚵仔跟牛肉口味的 很难买 你知道难买到什么程度吗 就是可能下午三点 同事就说要吃 然后三点半过来 然后已经排爆了 然后就吃不到 太阳的可以这样等 对啊 就为了要吃这个 因为听说好像要排很久 顾客越来越多 姐姐也扛了零个手 跟着挂上马达 润饼皮上抓紧高丽菜丝 打上一颗蛋 放进牛肉 虾仁或是鹅仔 然后是快手包饼 迅速下油锅 高丽菜会出水 所以马上包完就要赶快下锅了 不然它会整个破掉 所以我会做记号 然后我记得知道说 两个红点的就是牛肉 我们牛肉卖最好 一直以来就是三种口味 玉林包饼 妹妹玉京负责炸饼 招呼客人 当心饼下去 离了手 令人采取翻动 油锅前 康家姐妹俩默契十足 你怎么知道它熟了没啊 就是会就是凭经验啦 就是看那个蛋 有没有熟这样子 对 看蛋 对 看蛋 因为它皮包起来 其实有时候会看不太到 里面的样子 所以就是看蛋的那个熟度 威行看得是热闹 终究内行的 勉力好 穿透饼皮 观察蛋的熟度 要熟了 蔬菜也就脆了不烂 可以入口 等了大半小时 终于拿到 好了 完成了 谢谢 谢谢 六个 三个鸟 三个鸟 我就听朋友讲了 就大家要三鹅三牛 要跟大家分享 对呀 要不要做这个代表吗 康家小货车出产的饼 叫做香港煎包 这是姐妹俩父亲 去香港学回来的 饼皮不是面团 而是润饼皮 经过拌油炸 变得更酥脆 尤其高丽菜丝 拌上独门蜜匠 是内馅灵魂 因为高丽菜它会出水 所以我们基本上 都知道现场 才开始所有的动作 黑棕色不能说的秘密配方 散发着舒爽中药香 既不会太浓郁 又能丝丝入味 应该有十几种 一样的药材 然后调味料 所以爸爸已经 把这些都交给你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要每一个人做整个 对 那反而弟弟知道 爸爸是传死不传女吗 没有 是因为每个人都有 负责每个人的工作 内馅直接加一颗蛋下去 它可能 它那个 打下去的时候 它的蛋白会渗进去 所以吃起来的话 不会干干的 会比较湿润 因为皮很薄 内馅很饱满 这么热的天气 对啊 想吃就要出来买 肩膀魅力 家人情侣 小黄司机 连结车双臂驾驶 大小通吃 一块饼要炸到金黄 至少要五分钟以上 许多人有经验 点完餐就走人 等到半小时后再来取餐 所以有时看现场没什么人 这薄饼的手才会始终没停 油锅里的饼也总是满的 这个是爸爸以前去香港 然后就是他去玩 然后就是跟他朋友 就是因为他有朋友在那边 然后跟他朋友学的 学完之后他回来台湾之后 就是他就想说 好像这个口味不错 所以他才想说 好那就来坐坐看 父亲原本卖铜车 卖场兴起 生意受到影响 才转而跟香港朋友学艺 因为店租高 一直以来开货车载货 没多想 车子就藏了店面 做了十多年后 姐妹俩辞去工作 接棒成了老板 做这门生意之前 要先学会开车 你跟姐姐还有开车技术谁好 姐姐比较好 一开始会熄火 后来就还好了 就开久了就顺了 要做这门生意 就得先学会开手牌 早上采买备料 下午两点准时出现在 高铁桃园站附近空地 将水泥地上木板就定位 平衡小货车后 立刻展开 午后四小时的 平经济大坐镇 老爸的古董级冰箱 布满岁月痕迹 很沉 因为装载使命 就是自己家里的事业 所以就是我们 就一家人一起做这样子 对 顺便凝结一下 大家的那个对 孝心力 对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一家人做 蛮不错的 对 就是跟我们自己在外面的 那个感觉不一样 感情好 说话总是轻声细语 客人一旦久等 不愿意买 汤一样和颜悦色 精心制作的下午点心 还提供红茶续杯 更不厌其烦提出叮咪 阿爸你的一个牛肉 一个下人好咯 小心很烫哦 上面有些口味 焦料有需要再给你加 没有马上吃 建议你用小袋子装哦 谢谢你 谢谢 漂洋过海 一份独特煎包 包裹着为人妇 养家的拼劲 女儿们全力守护 贴心服务 或许这正是 艳阳下 四人生意 成功之道 好 我先跟你说 谢谢 送你200 拜拜 拜拜